我現在所承受的病苦的痛 是介於休克跟睡眠的中間 我每天都介於休克跟睡眠的中間 你與其這樣子的活著 我請問你生命的質感在哪裡 你為了誰而活 每次的演唱會我都會稱它是個告別式 問告別式上的字很沉重 我倒覺得是開心的 每次都跟這些朋友們好好的告別 很開心的告別 用音樂快樂的告別 這是一件好事啊 詹雅雯說的太豁達了吧 即喉嚨腸腫瘤 甲狀腺低下 帕金森時症後 他4月時進行例行性檢查時 又發現了腦動脈瘤於是立即開刀處理 那動脈瘤呢 它是一直在持續長大當中 然後當醫生看到了我這個動脈瘤的時候 直接只講了幾句話 你這媽最細 他很直白 而且是院長 你這個馬上死亡 一爆裂馬上死亡 因為它是動脈 一爆裂馬上你整個腦袋充了都是血 開刀有兩種 他讓你選 兩個都危險 一個是開刀 一個是用刀管 那當時我就很難過的我問了一句 我想請問一下 劉甄的狀況 不曉得醫生你們了解嗎 他為什麼直到了心臟 他的那個刀管直到了心臟 他就往生了 讓人這麼不捨的這樣就走了 那我的又要經過的心臟動脈 又要到緊動脈 又要到腦動脈 這段路程是不是太遙遠了呢 我是否該選擇開刀呢 他說開刀的話呢 就是要躺半年 那你如果是導管的話呢 兩個星期你就可以自由的行動 可是選擇導管了以後 我才知道了說 往後的日子 因為我放了支架 在那個腦的部分放了支架 腦瘤的部分 放了支架了以後呢 他是隨時會中風的 我是要中風拖著呢 還是 就死亡了 我其實蠻後悔我開這個刀 後悔 因為我如果沒有開刀 我隨時爆裂隨時往生 我不需要再去承擔 背後的這些痛苦 這些病痛 我甚至不需要再讓人家 擔心受怕的替我去擔憂 我今天最重點的是 我不想拖累任何人 那你我現在選擇開刀了以後 結果那個支架 永遠會讓我 就是處在於中風的危險 現在他裝幾個支架 現在先裝一個 但是另外這邊 右邊又長了兩顆 在開刀的時候 他的導管一進去 血管攝影發現了 右邊又有兩顆 你有把自己的遺囑都寫好了嗎 我已經找律師了 在我開完刀以後 我就找律師了 姐妳該不會眼上會開頭 就跟大家講說 高雄巨大說 現在大家來參加我的告別式吧 不會吧 有可能啊 我們用音樂告別 生前告別式嘛 對不對 你死後來告別 誰看到了 你看到了嗎 都是家人看到 都是形式上的 對啊 真的我覺得這樣 什麼罪事會 那沒意義啊 我不在啦 對不對 真的覺得夠了 活夠了嗎 還是說其實 夠了 真的夠了 看我的眼神 我很堅定的告訴你 夠了 我人生夠精采了 一個這麼艱苦的孩子 今天可以 爬起來到這個尾巴 今天可以想到人 這樣沒氣炎 江山富老 能容我 不死人間造孽淺 已經讓我非常非常的感恩了 我已經沒有任何遺憾了